15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今天在总统府秘书长邱宇言的带领之下 首度到立法院来拜会各党团 总统府秘书长邱宇言跟司法院长翁月生亲自带队 15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首度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 以及朝野各党寻求支持 民心党跟台联给予热烈的欢迎 不过到了国清两党却意外扑了个空 对于外传在野党将部分的被提名人 列入黑名单酝酿杯葛 邱宇言表示希望立委能够客观来行使同意权 总统在这个整个提名的过程 基本上已经都评处了这些党派省级地域等等的考量 到时候在行使同意权的时候 也能够秉持同样的精神 至于被提名人什么时候进行资格审查 通过投票的考验 王院长希望最快能够在六月份就做出处理 来日新闻国家张雨林排北报道